大家好,我是千良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教條4 黑騎 上一集EPS我們從安巴克島去打獵 做了手槍跳和護具增加了生命值 順便攻略了安巴克島之後 起航前往南鎖 欸,這是黑鬍子吧,年輕的黑鬍子 來做一下子彈帶 野豬應該是我剛開始 船被炸掉的時候漂流到那個島上的時候打的 還好有先打 這個島 有暗殺契約還有7個補看點 我們現在應該要先前往第一個補看點 那邊好像有一個 山洞 還有火把,會不會是像之前那種古墓的地方 這裏有個寶箱先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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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進去嗎? 欸,不行耶 所以不是古墓嗎? 好吧 我想從這個地方爬上去 應該可以沿著牆壁走到上面的補看點 從那裏上去 從那裏上去 欸 你進好了 不過這樣子高度沒有上升很多 不知道 怎麼爬到城堡上面 應該只能從這邊過去吧 不知道跳不跳得到 那裏還有個碎片 那裏還有個碎片 耶,我來了 喔 原來是從這裏 這裏應該上得去吧 然後再爬回來 欸 沒有上去的路嗎? 這邊呢 這個應該可以上得去 再往右 再往右 這裡 欸,有守衛 還好 先拿到碎片 這上面有個守衛 應該刺得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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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難得在最高處的俯瞰點 可以看到 海上的那些小島 很漂亮 它晚上也不錯 這裡也不錯 這裡也不錯 都很漂亮 再來 就直接攻略這個城堡好了 裡面也有一些寶箱 Hug 太防臭了 這位城堡 戒備 超級不.... 不...不生眼 不....不生眼 好妹喔!士兵 巢 先破壞警鐘 然後拿... 手稿 然後 再 拿那個碎片好了 有人發現我了 看起來上面還是有士兵的 這個手稿 感覺起來 是在下面 但是我沒有看到路可以下去 這個門 這樣也不是 這樣就上去了 這裡也沒有看到可以下去的路 奇怪 這個手稿在哪裡啊 應該不會在錦裡吧 應該不會在錦裡吧 我看到碎片了 這高度下去 不太妙吧 要下去嗎 還是不要好了 還是不要好了 太奇怪了 那個手稿到底在哪裡啊 我明明就跟他重疊啦 好吧 手稿找不到 先去把碎片拿起來再說 先去把碎片拿起來再說好了 從 剛剛那個平台下去 希望不會摔 希望不會摔 扣一半的血 還好活下來了 再來應該就是 從這裡吧 這邊還沒有到 這邊還沒有到 再跟下面 那我要從那 那邊的平台 來 喔 原來他藏在那下面喔 難怪我在上面怎麼找都找不到 有 用這樣刺殺的方式 那一隻 拿大斧頭的傢伙也沒有那麼可怕 一塊一隻好像不會被口哨聲吸引了 直接 看他們拿到什麼 瑪雅得樂四燈法典 五瑪雅的手抄本 現在還存在 德雷斯頓中 曾經屬於一個富有的農莊主人 彼得貝克福德 我在想這些 手稿會不會 全部都是彼得貝克福德的東西 對 我們還沒有看到拿索 拿索 最初也是 也 也被叫做查爾斯城 後來 這座城市為紀念奧瑞治 拿索家族的威廉三世國王 而重新命名為拿索 這座城市 有著多彩多姿的過去 此 此城市於1706年 正式指派總督治理 由國王直接掌控 由於這些島嶼的 英國住民完全沒有治理的能力 導致這座島 在十年間逐漸變得 毫無生氣 在1713年的時候 整個拿索已經成為 海盜的天堂 班野民和林高德在此宣稱 拿索成為一個海盜共和國 同時 他也自封為拿索的首長 此後 許多海盜都以拿索作為行動基地 據百慕達的總督所稱 這座小城市 也成為惡名昭彰的魂球聚集處 住 海盜共和國很棒 我有聽說過這個婉眼 但我以為是騙小孩的故事 這太棒了 我當然不是說這地方 犯下了謀殺、強姦和放逐的罪行很棒 我是說這個地方很符合我們的目的 這應該會是個不錯的材料 再來我們就回去吧 來到什麼地方 當然要逛一下武器店 買什麼好呢 軍刀的話 傷害可以加1 海盜彎道攻擊力好強喔 而且我是海盜 法國法庭配件 還蠻好看的 這撕裂者的劍我覺得長得好醜 還是買海盜彎道嗎 還是買海盜彎道嗎 這隻和這隻感覺就比較厲害 而且 兩把都長得還不錯 可是我是海盜耶 好猶豫喔 好猶豫喔 還是買海盜彎道好了 雖然這把和這把都比較強 再來就是槍 一開始就是海盜了 海盜大口進手槍 這看起來有點像那個 神鬼奇航裡面有兩個 我忘記他們叫什麼了 我忘記他們叫什麼了 他們拿那個槍 我看就海盜系列好了 雖然範圍有點小 雖然範圍有點小 這樣的話 服裝 也 湊個海盜系列 應該有吧 海盜披風 海盜船長 好我是海盜船長 我就用海盜船長 好 其他商人和政客就 算了 之後再看要不要買好了 之後再看要不要買好了 藝術品不知道是賣什麼 這感覺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 我還是不要把錢花在這上面 畢竟沒有很有錢 原來糖和萊姆酒是可以能來這邊賣錢的 先不要買好了 怕會用到 還可以販賣獵物 不要 這也有可能會用到 喔 如果打不到的話 可以再去買獵物 好喔 就先這樣 就先這樣 我們來到下一座俯瞰點 這感覺就是 船的圍桿 這種 不算太難爬 不算太難爬了 啊 都不在最高處 在下面這裡 走 走 走 啊摔死了 我們來到了一個手稿前面 一樣是兩個衛兵 他們已經注意到我了 看有點麻煩 畢竟有一隻他撲頭的 直接打我 有可能會死掉 哇 現在還是被發現 只好在另外一隻來之前去殺他 糟糕 這很危險 好 前幾代我的習慣是 這個人打一下那個人打一下 這次好像不行 啊我又快死了 喔 手槍還蠻猛的嘛 感覺這次需要 對同一個人殺死 才會比較好 我不是輪流一敲一敲 他們就都沒有辦法攻擊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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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地圖 1570年 亞伯拉罕奧特里斯所揮製的地圖 許多人認為它是 第一位世界地圖的揮製者 也曾經是彼得貝克福德的收藏 死亡 這種形態的 福慣點 就跟剛開始那一座島長的一樣 不困難 但是有點麻煩 然后一个疑问是 我其实不是很懂 为什么会架这个台子 它看起来没有什么实用的价值 下面有个手稿 理想的话是我跳下去刺杀他们 没有成功刺杀两个 不过另外一个完全没有注意到 虽然就省了很多次 这次很顺利 地下世界中的太阳神话 早期太阳位置图 由阿萨纳西斯科奇所制作 应该是来自于彼得·贝克福德的收藏 太阳 所以那个大的是太阳的意思吗 这下面有个阶梯 女王的阶梯我们来看看 65格阶梯直通沿岸海峡 女王的阶梯连接下沉与陈赛的防御公式 自1773年到1774年 奴隆人们以一双手打造一格一格的阶梯 在石灰岩悬崖旁打造出总长31公尺的阶梯 祝我在蜜月时有看过 可惜这不符合我们虚拟体验所进行的年代 传说中这个阶梯的每一格都是为了今天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 一阶代表一年 对啊 我就想说那个时间有点晚 我才不信 1774年的时候 维多利亚女王还没有出生呢 诶 那前面那个传说也太唬烂了吧 这只潮流无论如何 这是个很棒的建筑 我建议偷偷放进去 我不想念造日期 戴斯蒙 你这样很扫兴耶 戴斯蒙 这东西太有代表性了 居然是戴斯蒙 看起来这些手稿里面有不少的秘密 我们寻宝的过程中要来到一个红色的区块 这边其实我没有怕很出来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守军 怕它不是城堡之类的 总之 这片我们先收集 然后下面有个警钟 所以先把它破坏掉 如果未来有任务要在这边做的话 应该会轻松些 可是看起来不容易 人超多的 这到底什么地方 这么多人又没有介绍 而且 红色的是不是英军呢 我这边 如果是英军的话 就更奇怪了 美国 拿锁不是海盗共和国吗 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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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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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可能會打不贏 又沒有成功了 用盾牌 糟糕 真的不是很妙 我看 先掏手好了 其實買他們人數削減了一點 我現在再回來 緊追不捨耶 這些傢伙 好不容易回到血 我裝子彈 然後等他們靠過來的時候 把他們殺了好了 然後 要裝子彈 他們有槍 才是黏影槍喔 阿 剩下兩個了 說 還要攻略這個地方 有不小的難度 我們如果先到房子上 去把哨兵解決掉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來 他們沒有射擊 我沒有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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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射擊 免適打只有那一隻 其他隻 應該是射擊的 有點遠 不過 少一隻就少一些威ужд性嘛 anor snap neck 我現在看見你了,這很糟糕 OK 趁他不注意 喔!這樣也會被發現 你就躲一下吧 欸! 重生! 太過分了 這樣我要怎麼擋啊 好吧,時間差不多了 我想我們這集Episode就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看,明天見 掰掰